中古卧鼠才去方 鼠黄鹅 黄是黄头的颜色 黄和英黄不在背上活血的麻米 黄中人是东亚人的一个通称 就像黄色的冬植物 满山遍野生长开去 黄牛黄狗黄虚狼 黄色的香蕉与黄色的刀埋高粱 得了还有黄山 那是一种金虎蛇 沾脸的浇化的鱼类 蒙古人是黄中人 越南人是黄中人 俄本人与韩国人也是黄中人 不要说黄皮肤笑眼睛 是他们共同的特征 当然黄色是一个相得的概念 只有中国人服务的黄色高贵 有卑物的鱼翼 黄色笑蕉与黄花姑娘 是哪里特有的比喻 只是好奇于为何身为黄中人的中国人 大黄 少黄 撒黄 有其伤情 又是黄与飞连在一起 有飞不仅有飞法 还有飞人之一 常常胡刀勾东西